今天早上大陆的央行 人民行公布的9月份的外汇存体 持续减少 而且9月份减幅还然不低 是高达了432亿美金 所以我们看这一段时间 从去年第二季到现在 整个人民行的外汇存体 是不断不断的流失 当然是用恐吓说 大陆的经济崩溃 金融泡沫 地方债的问题 所以使得外资外逃 可观看注意到 大陆房地产也没跌 那大陆股市单跌很 很重 可是是不是在这几天 会出现反弹 我们做观察 可是更重要的是 昨天公布了最新的国际清算 国际的支付货币 就没有想到 中国非常意外的 已经超过了日元 成为世界第五大货币 其实大家没有想到 自从过去2012 2013 2014 2015年来 因为其实大陆进步的速度 慢慢12 到第九 到第六 其实往上推就很难 前面有美元 有欧元 有英镑 有日元 这些都是大型货币 还有加币 澳币等等 可没有想到 在上个月 八月份的时候 人民币竟然超过日元 成为世界第四大的支付货币 就代表 它的人币的实力 已经越来越强了 另外我们观察一下 使用人民币做支付的 金融机构变化的大增 另外 还有很重要 就是用人民币的信用状 就是你信用状 什么金额 用什么货币来开 当然美国还是超强 80.1% 可观看 人民币已经变第二大 9.1% 欧元只剩下6.1% 也就是现在信用状当中 以人民币为 这个货币价的信用状 是欧元的信用状的1.5倍 这个规模相当于 欧元 美元很远 可是从全球的实体经济的交换 已经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看到 包括从整个人民币 在外汇的交易 包括英国 英国整个造势商 出现了暴增的变化 后面我们就讲了三个发展 货币第一个就是交易的功能 储蓄的功能 还有投机的功能 我们先倒回去讲 第一个就是投机的功能 整个人民币 在全球外汇的投机的成交量 暴增 代表人民币已经存在 成为外汇市场 主要可以多 可以投机的一个货币 它第二个功能 已经产生了 第二个我们讲说 储蓄跟交易 第二个就是储蓄的功能 交易的功能 交易的功能 它也是暴增 成为世界第二大的货币 另外就讲支付 就有储蓄性质 人民币已经完全准备好 成为一个国际的货币 而且它准备好 是成为国际的大型货币 据我们先观察 因为人民币忽然在 今年的速度 本来在外汇圈流失 中国经济涮滑 软着陆硬着陆的风景之下 大家认为人民币会暂停 可没有想到 国际金融银行公布的资料 包括ZADA 包括英国外汇市场的报告 发现人民币速度 不仅没有变慢 而且加快 也就是人民币进入 IMF SDR的一个时间表 可能被迫要提前 您的观察 对 中国开始 为了要人民币国际化 当然有许多相关一些措施在做 比如说它9月30号 有公布它的外汇存遞 但它没有完全细项都公布 只是公布部分 不过我想IMF 最近对中国 其实这个态度还蛮不错的 对 非常友善 什么事情都替它讲话 对 它说未来两三年 它会公布全部的数字 公布以后 说实在我们也是觉得蛮奇怪的 中国的外汇存遞 这个黄金的量 从6月份到7月份 减了大概快30亿美元 接下来又增加20几亿美元 你像每天在买卖黄金 这个小川同志也还蛮忙的 是 不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因为这个还是长线的利多 我们之前有提到说 假设这个纳入IMF的特别提款权 对 它的权重 应该是有机会介于13到15% 13到15% 对 所以你现在各国 大概没有什么 这个很大的 人民币的一个储备量 对 所以未来你大概有一部分 不见得是一定 这个水准 有时候会不会超过 有时候可能不大 那看你跟它交易的一个情况 这也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嘎空 是在人民币身上 就是你要建立部位 对 其实正常来讲 就是说你一个东西建立部位的时候 其实它那个买盘最大 对 不管是选择权或如何如何 所以如果说我们从去年来看 去年的1月份 人民币大概占支付货币的排名 第7 第7 大概1.3%到1.9% 1.4%左右 对 现在已经跳到2.7%了 对 但是它距离上面 因为日比元大概是比较少 2.76% 所以两个是差一点点 对 但是离这个英镑 看起来还有一小段路 是 英镑大概比重是8% 8点多% 那欧元跟这个美元应该是 在前面一个是44% 一个是27% 对 这个还要努力追赶 不过看起来要去追第3 应该是机会很大 对 尤其呢 以这个人民币来看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它占这个 红色的部分 还是人民币国际支付的 这个占全球市场的一个占比 对 一路往上攀高 对 那这个东西就是它的这个排名 对 人民币支付的一个排名 就往下是代表 这名字越来越前面 对 现在已经排到第4名了 对 你想想看 从这个过去的经验来看 比如说日元跟马克 在进行这个货币国际化的时候 对 它大概啊 它的这个国际贸易 占它GDP的一个比重 大概介于5到10% 是 占全球的GDP 对 就日本跟德国当时是占全世界的10%左右 国际化 5到10%的这个贸易比重 它就把它的货币做国际化 对 那其实以人民币来看 因为中国占全球GDP的这个总量 大概就是说 大概这个比重大概12% 对 那12%说实在以这个情况来看 它其实应该已经进入了这个 国际化的一个准备动作 对 那只是说它目前开放的程度还不够 那看起来它应该是往这个 这个目标做迈进 所以长线上来讲 假设它纳入SDR的话 那我们提到它就是长线的利益多 对 那可能对于这个美元的话 它是另外一个比较的空间 对 但是对于这个新市场货币来讲 它应该是相对比较强 可是我们看到 这外汇存持续减少 我们之前有跟我们提醒过 因为事实上 中国人民币要成为世界准备货币 手上有那么大的一个美元资产 是非常诡异的事情 因为像日本当然外汇存体很高 因为日本本身是一个 能源缺乏的国家 国际贸易占GDP比例很高 所以需要比较多的外汇存体 来做流动性的准备 可是中国3.5兆太多了 这不断的减少 关门就有多有空 为什么 因为它是卖出美债 会使得美国的债权市场 跟国家市场也还是会有压力 因为这是个去杠杆动作 所以在国际化过程当中 它不可能用人民币贬值 去刺激它的出口 因为出口的话 我反而越收越多美元 那我要输出人民币的话 我一定是用贸易赤字的方式 等于是说 我这个才会把钱出出去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它不可能把人民币做强力的贬值 还刺激出口 那我越收越多钱 所以为了人民币的国际化 恐怕未来中国的贸易账的部分 金厂账的部分 可能会慢慢的再减少 就学普丁嘛 军事解决 观众 每年谁为中国大陆最多美元 就是贸易账 因为我赚越多顺差 就是美元塞给我吃 我用劳动力 用土地污染 用各种代价换到一些美元 那谁塞给我最多 就是为我垃圾食物 观众 这可以用军事解决 你知道哪一个国家吗 不好意思 就是台湾 台湾是全世界为中国人行 最多美元垃圾 或垃圾美元的国家 所以基本上 这可以用军事解决 开玩笑 观众也不见得不是玩笑 但我要请教一下 玉老师 我们回来观察 因为人民币快速的膨胀 这个背景 一个是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力 另外它如何应用这个影响力 你会怎么做解读 我觉得这个没有特别的意外 这一段时间的话 大家经常讲这个 因为中国 因为股市的下滑的原因 然后又因为人民币的贬值 然后会说是产生了什么资金外逃现象 我觉得这些消息本身来讲 都不影响中国经济的骨干了 因为那个股市的话 确实这一次的话 习近平访美他也承认 这个经验上不足 这个市场不能不拖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大家的预期值太高 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下 从8月12号开始的话 是他自己主动计算出来的结果 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节目中 就有讨论过 这个主动贬值代表是什么含义 那个时候我们有大胆做出一个解释 就是他想要在贬值的问题上 采取主动的权利 他不要让人家被动的贬值 不要让这种坏的消息面扩大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 大陆的股民真正只有占他的10%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原油原物料的 各方面的拐点已经出现的话 大陆经济剩下的90%各方面来讲 他的基本实力在 他的消费市场在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问题 你今天如果换了一大堆美金 你带到美国你怎么赚钱 对不对 你带1的话第二年就一税一抽 就剩下了6000万了 对不对 可是你现在在中国的话 他做生意的机会相较而言 比别的地方还好很多 昨天这个TPP签约以后 我自己去过越南两次 我看不出来那个地方 本身目前发展的环境 有什么条件 可以跟中国的 就附近的广东省或者广西省比较 我看不出来 越南有什么条件可以跟中国比 换而言之的话 他本身的经济的实力 出口的能力各方面的基础还在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打贪反腐 固然在表面上听起来 好像是影响到很多人的这种 将本求力的这种意愿 对不对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打贪反腐不是只有抓贪官而已 打贪反腐要去除掉很多 行政上的困扰之处 或是干戈之处 那这些地方的话都是使得中国本身 在做生意方面越来越方便 再加上最重要的 中国政府有强烈的意愿 要让人民币国际化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了解观念 人民币国际化是对大家都好 甚至对台湾人都非常好 怎么说 因为你一旦国际化以后 你自己本身一国的独裁也好 统治也好 专断也好 都没有办法做很多的限制 譬如说解放军登台 人民币大便 对 你要了解到 当大家市场连在一起地球村 我跟你讲 其实教授我很认同 我觉得台湾人就是猪头 讲到时候台北要成为 人民币的拆款中心 官朋友 假如台湾成为人民币的离岸中心 到底是北京听我们的 还是我们听他的 当然了 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就说台湾在反对什么 我们台北是人民币的定价中心 官朋友你懂意思吗 人民币多少钱是台北决定 官朋友是 我看他理事 他看我理事 结果我们说不行 那如果他自己在那边关了门稿的话 那当然情况比较危险 国际化以后所以英国人就非常值得 所以他到台北 我们搞不是很好吗